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雨薰 歡迎收看電玩宅蘇珮 第六 PS 系列主機 不管是 PS2 還是 PS3 的玩家們 一定玩過獨佔射擊大作 Killzone 吧 這個每次主機首發 都會推出新作的殺戮地帶 現在隨著 PS4 的發售 也要推出新作 殺戮地帶暗影哆落囉 一起來看看遊戲情報吧 PS 上的獨佔射擊大作系列 Killzone 殺戮地帶 隨著次世代新主機 PS4 的發售 也要跟著推出首發新作 殺戮地帶暗影哆落囉 先前官方釋出一段劇情版的預告 遊戲總監也在推特上 公開了關於新作品的遊戲情報 像是短期故事劇情 大概需要十個小時的遊戲時間 比較前幾代增長三分之一左右 在本次的殺戮地帶暗影哆落中 劇情模式仍然不支援 雙人Call-Up合作與畫面分割 但多人連線合作模式 將是本作的重點之一 遊戲中將有22種 可利用配件改裝的武器可以使用 遊戲也導入PS4 手把上 專有的觸控面板和遊戲中的操作做連結 在單人與多人模式下都有不同的功能 期待新作品發售情報的玩家們 也請繼續鎖定我們電玩宅蘇佩的後續報導囉 機器跟人手振作 劇情報 2 3 3